在原有条例下,如果剩余屋器超过60年,买家就可以动用公积金支付房子的估价顶限。 不过,剩余屋器一旦低于60年,又无法让买家住到80岁,或是剩余屋器少过30年,买家就不能够动用公积金买房。 在新条例下,即使买家购买屋器少于60年的房子,只要足以让他居住到95岁,仍可以动用公积金买房。 而房子剩余的屋器则必须达到至少20年。 即便不符合住到95岁的条件,买家所能够动用的公积金,以及所能够申请的建屋局房贷按剩余屋器和买家的年龄计算。 因为他们能动用的公积金其实是很少。 举例说,一对45岁和48岁的夫妻购买一个售价为43万元的四房式转售组屋,而剩余屋器只有50年。 在原有的条例下,由于年纪最轻的妻子45岁,加上乌器只剩50年,所以夫妻所能够动用的公积金只有80%,数目为34万4千元。 不过条例修改之后,房子足以让45岁的妻子住到95岁,所以可以动用的公积金增加到43万元。 分析师指出,中年以上的国人,甚至到75岁的国人将能够更好地动用公积金购买房子。